日本人來台灣 你們好我是Ari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是 日本人來台灣一定會少獲得五樣東西 今天跟我一起拍的還有日本人代表 Satia Satia Satia是現在在台灣工作的日本女生 她做很多東西 有老師 然後網紅 還有各式各樣的主持人 之類的專業 妳在台灣多久了啊? 我在台灣已經有十年以上了 很久 對 因為我之前本來是做那個翻譯口譯的嘛 所以我就是有去專研那個文法什麼的 我是每天 一天讀八個小時的中文 我持續了八年 對 我這是用生命在學中文 但是口音可能還是 所以我覺得我完全感受到你說用生命在學中文 對 真的真的真的 Satia他的頻道有介紹很多日本文化 還有學日文之類的 待會我也會跟Satia一起拍一個日文學習的影片 所以你們這集看完都可以去Satia的頻道看喔 那我們現在要馬上進入到我們的主題 就是日本人來台灣要少獲的五樣東西 喔 面對 因為我自己還蠻常去日本玩 然後我會做一些日本 妳是世界各國好 我會做一些那個日本旅遊攻略 包括必吃必買嘛 然後我有發現說 每次就是台灣人去日本玩 然後都會帶著好多藥妝回來 那個藥妝店真的超賺的欸 真的 藥妝店全部都台灣人想找 好想去開藥妝店 所以我就想說 那現在其實來台灣玩的日本人也越來越多了嘛 很多很多 那我就很好奇說 他們來台灣都會買些什麼 上一次我兩個日本女生朋友 Marco跟Mio也有來 他們有跟我講 搭配上莎講這次的資料 跟大家分享最Top的5 好 那我先分享的第一樣 第一樣的日本人來台少獲必買就是 茶葉 啊 素素素素 沒錯 台灣的茶很好喝 我一開始蠻意外的 因為我覺得日本也有茶 嗯 可是我覺得還是我不太一樣欸 對 不太一樣 我後來問我朋友 他們就說 因為日本的茶很多是 就是比較偏綠茶那種類型的茶 不是那種很淡的玉露茶 我本來就是有點苦的那個 茶道的那個茶 對 可是 但他們來之後才發現台灣茶的種類超多 不只是綠茶、紅茶 還有高山茶、烏龍茶 還有我們說的紅玉這樣子 對 是啊 日本人喜歡台灣茶的一點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非常的時尚 這包裝都很漂亮 很年輕化 很適合送禮 真的 因為我每次帶日本客戶來這邊逛的時候 我都會帶他們去看茶葉 他們都會很驚豔 就說 哇 台灣的茶怎麼那麼時尚 這樣子 都一定會買回去 好開心喔 然後我還想要講一個就是 大家知道台灣的金魚茶包嗎? 這個在國外非常受歡迎 你有聽過嗎? 對 就是 我覺得台灣人很天才欸 我覺得我要卡一下欸 好好好 它是金魚的形狀 然後當你在泡它的時候 就很像金魚在游泳這樣子 就這個這個 你有看到嗎?你可以泡上去 我看到了 真的欸 很漂亮 好扯喔 我真的不知道欸 對 我真的不知道欸 很漂亮 小獎比我還厲害欸 台灣的東西 搞不好日本的東西你比我競數了 那我們馬上來進展到第二個少貨幣買是 好 第二個我覺得是 烏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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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烏魚子在日本真的就是高級食材很貴的感覺 但是 台灣的話好像也沒有到太貴了吧 就是可以 可以吃 喔 可以吃 不會說 好像我一年 我要一年才能吃一次 那種感覺 入港或台南買到一大片 好像一千一兩千吧 喔 對對對 就是我覺得台灣的烏魚子可能品質好好吃 然後又比較比日本便宜 所以日本人也很喜歡來這邊買 因為日本感覺起碼要六千日幣以上 所以大概要兩千多塊台幣嗎 就是感覺是高級食材 有差欸 對對對 真的台灣便宜很多 難怪他們要少貨 哇 真的 在日本人來台少貨幣買第三樣就是這個 將將 麵膜 欸 這個是真的 因為我每次都會帶很多麵膜給日本朋友 他們都會很開心 真的 因為就是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而且就是上次我日本朋友來的時候 他們也說要買台灣的麵膜 然後我朋友買一堆 我覺得台灣本土品牌就很厲害 而且日本人會覺得說 台灣人的皮膚都很好的感覺 真的真的真的 是我們覺得日本人的皮膚就好 喔 真的嗎 日本人應該是化妝 我覺得台灣人就是素顏就是美的人很多 對 謝謝謝謝 那時候我就推薦我日本朋友買TTM 然後他就全部各買一個回去 然後現在超多的 超多的 這個是經典的黑麵膜 TTM 我自己也很喜歡 然後他們現在還有出這種夏天 喔 這有什麼不一樣嗎 就是這個是夏天抗豆本質的 然後就不只是保濕還有很多功能 因為我自己有用過日本的麵膜 然後我是覺得台灣麵膜的麵膜質品質比較好 喔 真的喔 日本的有一些麵膜質就是會比較容易掉 再來就是台灣的麵膜比較不會太香 喔 我覺得有幾個特色啦 所以他們就是回去用之後也覺得很好用 超推 超推 那第四樣日本人的必買是 中藥 中藥 對 那個大家會想說 欸日本人會吃中藥嗎 但是 中藥在日本啊也是很高級的印象欸 就都很貴的 我很好奇 因為我連我都比較少在吃中藥 所以他們去哪 日本人去哪裡買中藥 就是 我剛剛不是講那個迪化間嗎 但是其實那邊有超多中藥的 然後有那種拔麥的地方 對 就是有些日本人比較專業的 他可能會去給台灣的人拔麥 然後那個台灣的很厲害 還有日本的那個工藝員 對 就幫你就是拔麥然後翻譯到抓藥 然後回去煮這樣 你有沒有當過這個翻譯 欸這個我沒有 我沒有當過那個 我好驚訝 我剛才你在跟我講的時候 我想說拔麥他們聽得懂嗎 結果還有現場翻譯 這感覺已經變成那個醫療觀光嗎 對 對對對 或者是那個什麼 就是一包一包那種 可以直接拿來喝的那種 也蠻受歡迎的 就比較方便 這個我也會欸 喔這個你會喔 對這個我會買就是 有一些就是 一些中藥濃縮的 然後就直接喝的那種 對 真的會比日本便宜很多 中藥喔 然後日本人也喜歡 嗯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是比較天然 然後對身體好東西 雖然是良藥苦口 但是很多人還是願意 對 好特別喔 好 那我們現在要分享到最後一個 日本人並買 是這個 喔 讚 謝謝我喜歡你了 我喜歡你了 好吃 有中對不對 有中對不對 因為這個泡麵不只是日本人 連韓國人都很愛買 喔真的喔 我不曉得這樣 我後來才發現就是 就是他們覺得台灣的泡麵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是 裡面的肉塊是真的肉塊 喔 對好吃欸 對這個好吃 因為像我去日本啊 吃泡麵像吃什麼日清 或者是吃炒麵啊 各種各式各樣 大部分都是乾燥的肉或蔬菜 喔 好像因為感覺台灣的牛肉麵好像都 幾乎都有牛肉塊的感覺 對 可是一般都是不管是日本還是韓國的牛肉的泡麵 是那種扁扁的那個牛肉感 對欸 日本也是有那種真的那種肉塊 但是 對阿不像台灣 好像只要牛肉麵都有 快的肉的感覺 所以這邊也是融合沙獎的意見 想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雖然去日本會買很多東西 感覺起來好像在這邊買比較好 可是在台灣也有我們自己 很多可以引以為傲的產品 然後這樣子你們之後有外國朋友來 或者是日本朋友來 你們也知道說 欸 帶他們買什麼東西 他們會很喜歡 真的這個 沒錯 沒錯 日本人認證 謝謝沙獎 謝謝謝謝 很開心 謝謝 那剛才分享完日本人最愛的台灣商品之後 這邊也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們台灣之光 TTM面膜 我很久以前做過一個台韓面膜PK的影片 TTM面膜也是龍燈我在裡面最喜歡 覺得CP值最高的第一名 那今天這一集很開心想要跟你們分享 他們家除了黑面膜以外的最新系列 就是這個 機能進化面膜 這一款面膜主要是針對25歲以上的女生 因為年輕的時候可能大家比較在意的是毛孔粉刺 但是25歲之後可能我們更重視的是皮膚的保濕 或者是緊緻拉提的效果 所以他們這一款有點像是機能型面膜的入門款 它單片百元油澡 那它其中一個最大的特色是它使用的是水枝鎖布膜 而且它不是像一般的面膜就是薄薄一片 然後浮上去馬上就乾掉 它其實是有厚度的 它有厚度之外還非常的服貼 我在敷的時候真的是突然頭低下來 它也不會有哪邊鬆掉 他們標榜這一款裡面單片 就有33ml的精華液 成分上有升級 像是有紫砂草 聖母百合 還有雙重葡萄花 這些都是市面上比較少聽到的 而且它面膜的下半部有一個獨特的切角設計 所以我們在敷的時候還可以這樣往上拉 那我自己使用完最大的感受 真的是覺得說 它敷完之後皮膚真的變得很緊 就它不是只有保濕 因為很多面膜都可以做到敷完就是保濕保濕 可是它有就是 欸真的有緊緻的感覺 我覺得他們家的面膜真的不管是在效果還有CP值上 都是很值得推薦的 感謝你們看到這邊 那台灣之光TTM面膜他們也很大方 他們答應有送出三盒這個機能精華面膜 作為愛講的留言禮物 所以如果你們對TTM的產品有興趣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你們覺得的台灣之光 還有留下你們的email 讓我可以找到你們 那今天的分享就在這邊啦 也歡迎你們把影片分享給想要買禮物給日本人的朋友喔 那我們就很快下個影片見吧 掰掰 然後去拍照 以為我們不會拍照 沒有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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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跟